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般來講,一場歷史巨變到來之前 總是有各種天災人禍不斷出現,亂象分層 但是有一些有識之士,他們能夠透過表象看到本質 看到亂象出現的根源,然後就發出陣容發聽的強音 在2月4號昨天,就有兩位中國的民間知識分子 同時做出了一個石破天津的壯舉 第一位就是清華大學的教授許章潤先生,他寫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題目是《憤怒的人民不再恐懼》 這篇文章矛頭直指習近平 許教授說這場大瘟疫讓中國變成了世界孤島 被全世界孤立了,讓30多年的改革開放的狀態毀於一旦 那是什麼造成的呢? 他說主要原因就是習近平要集權 要壟斷權力,要定於一尊 所以這就造成了組織性的思緒,造成了制度性的無能 還有造成了道德性的敗壞 統治者他們想的主要就是保護政權 他們把人民當作隨時可以犧牲掉的代價 所以疫情發生之後,他們從上到下都想隱瞞疫情 最後反而造成了疫情失控 許教授說在高度集權的這個體制之中 領袖一個人無德無能,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舉國遭殃,天下遭殃 他還直言不諱,說習近平就是過去40年以來最不堪的一屆領導人 中國遭受了這麼大的災難 黨的喉舌媒體還在歌功頌德維穩體系,還在控制言論 這簡直是無恥自由,人民已經憤怒了,人民已經不幹了 最後許教授總結說,統治者敗相已漏 倒計時已經開始了,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好 同時還有另外一位知名的異議人士,許志勇博士 他也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勸退書,呼籲習近平退位 他指出習近平在中美貿易戰當中,在香港危機當中 還有在武漢肺炎疫情處理當中,一再判斷錯誤 一再決策錯誤,進退失據,禍害百姓 他勸習近平趕緊下台,回家休息 繼續這麼搞下去,逆潮流而動 最後就會抗農有毀,悲劇就會降臨到他頭上 到時候就毀之晚已,這個知識分子說話是比較含蓄的 我幫他表達的明確一點,就是他在告訴習近平 如果你不下台,最後下場 那就會和齊奧賽斯庫和卡扎菲和薩達姆的下場一樣 這兩篇文章一發表,很快就引來了網上面的巨大的反響 這就說明現在民心失變,說明習近平已經完全失去了民心 有些人可能會說知識分子力量不夠強大,批判也沒用 那我告訴大家,現在可不僅僅是民間希望習近平下台 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希望習近平下台 中共體制內的有一些官員也希望習近平下台,對他非常不滿 比如說,湖北的武漢市市長周先旺 他就不願意為習近平的決策錯誤背黑鍋 他在電視台上公開的表示 武漢早就把疫情已經通報給中央了 是中央迟迟不肯公開,所以隱瞞疫情的責任不在武漢而在中央 後來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也出來講話了 雖然他沒有周先旺講得這麼直白 但是意思他講的跟周先旺是一模一樣的 他說武漢市的領導班子要向武漢人民、全國人民道歉 然後他又說他經常反省 如果是在幾個時間點上面,關鍵的時間點上面 他們能做得好一點,疫情不會發展到這麼嚴重 而他所說的那幾個時間點都是在12月底之後 都是在武漢領導班子已經把疫情向中央匯報了之後 這也就是說中央決策遲緩是主要的錯誤 中央大家都知道決策權在習近平一個人手上 指責中央就是指責習近平 武漢的這兩個官員這次算是開了一個先例 就是以下犯上的先例 不給上級、不幫上級揹黑鍋的先例 後面一定還會有人繼續跟進 習近平要想搞獨裁 那麼他就絕對不能夠也不願意自己主動的承擔 這個防疫工作失敗的這個巨大責任 他就一定要把這個責任推卸給下級 推卸給各級的地方官員 那麼這麼大的責任 這些地方官員如果背起來 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條啊 那不僅僅政治前途是沒了,搞得不好還會被滅口 因為滅了口了,你們才不能夠方案 那現在這個周先旺、馬國強已經給各級的地方官員做出了一個表率 所以肯定會有更多的人向他們學習 拒絕背黑鍋,勇於向中央甩鍋 勇於向習近平說不 而且大家看到沒有 周先旺和馬國強他們都是先下手為強 如果他們猶豫不決,措施先機 讓習近平先動了手 那被中紀委先把他們雙規了 先把他們關進了黑屋子 那個時候他們什麼話都講不出來了 說他們犯了多大的罪 他們都得承認自己犯了多大的罪 所以體制內的官員如果你們感覺到了危機了 那就要趕快站出來 把真實情況馬上講出來,要引起公眾的注意 這是你們唯一生存的機會 周先旺、馬國強現在雖然是被習近平恨得要死 但是習近平不敢動他們 因為全世界都在看著他們 所以說現在這個習近平的處境 也是非常的難辦,非常不妙 不僅僅是老百姓恨他,不僅僅是知識分子恨他 一大批的中共的地方官員都很恨他 以前他搞的那個選擇性的反腐運動 搞的人人自危 現在這場大瘟疫來了 他又想通過懲罰,處罰一些地方官員 來撇清自己的責任 所以他不僅僅是人民公敵,他也是官員的公敵 那現在已經有兩位知名的知識分子 代表老百姓,討伐習近平了 還有周先旺、馬國強 代表了地方官員反對習近平了 現在就等著一批非常關鍵的人物出場 等著他們出場來挑戰習近平 來形成對習近平的大包圍、大圍攻 哪一批人物是關鍵的人物呢? 就是中共高層裡面的那些派系 包括江澤民、曾慶紅的派系 包括胡錦濤、溫家寶的派系 還包括軍隊當中的那些派系 還包括紅二代的那些大家族 這些人掌握的資源是最多的,人脈是最廣的 習近平如果是他搞集權成功了 度過了這次危機,實施了軍管和戒嚴 當然全國人民都會遭殃 但是最遭殃的、損失最大的 就是這批中共的高層 因為他們就在習近平的卧榻之策 習近平怎麼會讓他們繼續存在下去呢? 習近平怎麼能夠讓他們繼續掌控那麼多的資源? 習近平怎麼會願意跟他們分享那麼大的權力呢? 所以習近平一旦滾固了他的個人獨裁體制 普通老百姓說不定你只要願意當奴隸 還可以繼續生存 普通的小官僚你如果願意繼續當奴才 還可以幹下去 但是那些曾經大權在握的 對習近平的獨裁地位構成了實質威脅的那些權貴家族 那就根本沒有生存的機會了 一線生機都沒有 所以這些人他們是最應當對習近平出手的人 但是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沒有出手 那我相信這種狀態不會持續太長時間 他們應當很快很快就會動手 因為今後一段時間是習近平最虛弱的時間 也是向他動手的最佳的時機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過去這兩年多時間 習近平連續多次犯下重大的政治失誤 已經威望掃地老 尤其是這次應對這個疫情 可以說是完全荒腔走板,可以說是一敗塗地 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說明他明顯的有重大的失誤 第一個重大的失誤就是在12月30號 當他接到了武漢疫情通報之後 他很快就知道了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所以在1月3號他就通知了美國 但是他決定對國內隱瞞真實情況 不僅僅是向老百姓隱瞞 還向各局的官員隱瞞 這樣全國各地就失去了防止疫情擴散的黃金時機 最後造成疫情迅速擴大了 這是第一個大的失誤 第二個失誤就是他讓李克強擔任防疫領導小組的組長 他的用意本來是想讓李克強將來為他做擋箭牌 將來防疫失敗之後可以把責任全部推給李克強 但這只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 李克強去了一趟武漢 老百姓就覺得這個總理不怕被傳染 所以李克強的聲望直線上升 習近平不敢去,結果呢 將來如果是兩個人要互相推卸責任的話 那全國老百姓、全國的官員 肯定都是站在李克強的這一邊 肯定都是覺得李習近平沒有擔當,不敢負責 這是他的第二個政治失誤 那第三個失誤就是他見到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總幹事之後 他說自己是一直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這個防疫工作,這不就等於說李克強是沒有實權的 被你架空的,這不就等於說 你讓李克強擔任這個組長,就是想讓他背個黑鍋 這等於是說,你的話驗證了周先旺所說的話 過去隱瞞疫情的責任,都應當由你一個人來承擔 所以這一連串的這些政治失誤,就說明一個問題 就是習近平現在的決策能力已經完全沒有了 他本人的智商不高,大家都知道 但是過去大家都以為他身邊還有幾個智囊 他可以幫他把這個決策搞得好一點 比如說像什麼王岐山、王滬寧 過去這兩年事態發展看起來,這些智囊現在都成了草包 這是因為在專制制度之下 政治團隊的判斷能力和決策水準 都是完全由最高領導人的水準決定的 最高領導人他是草包 那麼手下的人你再聰明都起不到作用 也只能跟著當草包 而判斷力和決策力,這是政治團隊的生命力 現在習近平這個團隊的生命力那是非常的脆弱 所以說現在是黨內其他派系 向他發起進攻的好時機 現在就看這些派系有沒有人 有這個膽識,能不能做出這樣的決斷 還有一個現象,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值得大家關注的,就是在全世界 現在都在密切地關注中國的疫情狀況 但是習近平居然躲起來了,隱身了 防疫工作的總指揮居然從公眾視野當中消失了 消失了七天,到今天是八天了 雖然2月4號昨天他在央視新聞聯播說 他還召開了一個常委會 但是他也沒有在這個電視當中露面 只是央視播報了一個通告 現在最高領導居然不露面了 這就會引起大家的猜測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情況發生了 那有幾種猜測,第一種情況就是習近平 他已經知道事態完全失控了 他已經完全沒鬥志了 所以乾脆坐以待避算了 如果是這種情況 那當然大家都應當趕快動手 體制內外一起動手,趕緊把他趕下台 第二種可能性,可能的情況就是政變已經發生了 習近平已經被控制了 他現在身不由己 所以根本不能夠出來露面 如果是這種情況 那所有的人都應當敲鑼打鼓,慶祝一下 第三種可能性就是習近平在學毛澤東 毛澤東在大躍進當中犯了嚴重的錯誤 最後造成了三連大饑荒 他們叫自然災害,實際上大饑荒 毛澤東受到了劉少奇和其他黨內人士的壓力 毛澤東就隱身了一段時間 躲到了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在那個裡面他就開始策劃,搞文化大革命 習近平現在的處境 跟三連大饑荒之後的毛澤東是非常相似 他也極有可能想學一下毛澤東 他為了建立個人的獨裁,不惜進行軍管和戒嚴 不惜在黨內和黨外搞一場大鎮壓,血腥的大鎮壓 這個符合習近平的性格 他死不認錯,而且心狠手辣 也符合他現在的處境 他現在是四面楚歌,不反擊的話 那肯定是死路一條 所以我判斷他現在躲起來實際上是在策劃一個大動作 是在調動軍隊,是在收集信息 他要是這麼幹的話 那麼體制內的那些人士 現在就應該趕快動手了,要先聲奪人 怎麼動手呢?第一步就是要讓全國人民,全國軍人 全國的官員都了解這場疫情的嚴重性 要公佈確診的人數,要公佈死亡的人數 真實的數字,讓大家知道這場瘟疫到底有多嚴重 這個步驟好像是已經有人開始在走了 好,騰訊網前天播出過一個疫情的數據 確診的人數他播出的是15萬多人 死亡的人數是24000多人 這個數據應當是來自於體制內的統計數據 極有可能是體制內的高官 向他們透露出來的,讓他們公佈出來的 那麼大家了解到這些真實情況之後 就會加強民眾的憤怒 第二點就是引導大家來公開討論 誰應當為這次疫情擴散負主要責任 那我相信只要大家一討論 很容易就能形成一個共識 那就是習近平必須得負主要責任 他自己都說了,他是一直在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防疫工作 那現在防疫工作徹底都搞砸了 你不負主要責任誰負呢? 而且這次瘟疫造成的損失這麼大 這麼多人得了病,這麼多人犧牲了生命 經濟也要崩盤,要負這個責任 光是鞠躬下台,那恐怕是不夠的 甚至是坐牢都太輕了 所以說只要我們實施了前面的兩個步驟 那麼全國的民心,全國的軍心就會改變 習近平那就敗局已定了 那前面說的都是體制內的人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那民間的有志之士現在應當怎麼辦呢? 我建議分兩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那些已經被重點監控的那些活躍人士 現在他們的處境是相當相當的危險 習近平極有可能對這些人下毒手 怎麼下毒手呢? 那這一次他要想鎮壓民間的這些民主派的人士的話 他甚至都不用抓起來,都不用審判了 直接把這些人關進傳染病院,故意讓他們感染病毒 這種手段,習近平絕對是使得出來的 所以這一批已經被重點監控的民主派的朋友 現在要特別小心 大家能夠轉移地方的,就盡量的轉移一下 大家隱藏個一個月兩個月的時間 等到局勢明朗之後,再決定下一步怎麼走 一定要保存實力,一定要堅持到變局開始的那一天 堅持到那一天就是勝利 那還有很多民主派的朋友 他們根本就沒有受到監控的,他們隱藏得很好 那麼這些人就有很多的活動空間了 這個時候大家就應當在自己的社區進行活動 建立微信群,建立電報群,教大家翻牆 然後教大家形成這個自救互助的組織 等到疫情一結束,大家就一起走上街頭 一起在廣場聚集,一起來推進中國的這場巨變 好,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贊成我觀點的朋友請點讚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訂閱 如果想繼續探討的朋友就請留言 謝謝大家,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